这架战机泰和金比利比歼20还高,密集是飞背后,难道要出口? 20世纪初,莱特兄弟发明了飞机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,空军首次加入战斗。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,各国对空军有了更深刻的认识、空中优势、对地攻击、舰载机、反舰等概念登上世界舞台。 随着冷战爆发,苏美双方不断推进战机的研发,为现代战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 相较于上世纪60年代,由苏联研发的,大量采用不锈钢结构的米格-25战斗机,在生产现代战机的过程中,钛合金成为了必不可少的材料。 钛合金拥有质量轻、耐负实、强度高等良好特性,能有效降低战斗机的自重。 这使得在扩得同等推力下,质量轻的战斗机能携带更多的燃油和弹药,其作战半性和作战能力增加。 目前,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坚负-20隐形战机,在钛合金结构运用方面,占到全机结构的20%。 但有一架战机钛合金比例比肩负-20还高,它就是肩负-31。 我国航空材料专家曾公开披露,肩负-31的用态量比肩负-20还要高5%,肩负-31和肩负-20都属于双发隐身战斗机,其中肩负-20属于重型战机,而肩负-31则是中型战机。 这意味着,在获得同样推力的情况下,肩负-31的机动性要更优于肩负-20。 现代空战理念中,依旧延续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经验,强调制空权。 虽然现在的空战体系更加复杂,防空导弹、雷达预警、电子战、隐形突防和反隐形雷达等诸多概念的出现,令制空权的夺取难度加大。 但倘若真的发生战机近距离格斗这类情况,机动性高的战机就会拥有更加明显的优势。 但是,相较于肩负-20,肩负-31的研发经历更加曲折。 肩负-20是在2011年1月进行了首飞试验,肩负-31则是2012年10月进行首飞试验,两者相差不过20一个月。 但肩负-20已经于今年2月列装部队,正式开始服役,但肩负-31仍然处于研制阶段。 五一劳动结前后,肩负-31的试验二号机已经密集试飞半年时间了,这半年来不断有它的试飞照片流传。 考虑到肩负-31获得我国军售许可这一事实,这密集是非的背后,难道要出口了吗? 其实肩负-31的潜在客户有很多,包括沙特、巴基斯坦在内,多国都有注定够的可能。 其实,无论是肩负-20还是肩负-31,这些新型战机的背后,凝聚的是一代又一代军工人员的心血。 从两弹一星,到核潜艇,从隐形战机,到航空母舰。 我国国防力量的提升,离不开这些军工人员的财情与汗水。 他们所做出的成果,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上的基石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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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